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听一些我们公司的发言人 也提到一个三瓦的发展策略 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这三瓦其实是包括什么方面呢 未来的发展又是怎样呢 三瓦就不是海南岛的三瓦 是亚星、亚媒和亚网 亚星就是亚洲卫星电视传媒集团 我们将亚洲电视自制的频道上升 集团已经租用了亚洲七号卫星 在香港将三条频道上升 它的涵阔范围包括中国的全境 台湾、东南亚、澳洲、俄罗斯、印度、中东等地方 加上现在是经G3C的卫星提供的海外台 给美洲的观众 将可以将我们的节目带给全世界大部分的 华人聚居的地方 到时会有什么台被观众选择 而每个台里面又会播放什么类型的节目呢 是 我们就会有亚洲卫星电视 就会有三个台 这三个台就是亚洲卫视ATV1 香港 亚洲卫视ATV2 国际 亚洲卫视ATV3 是影视的 香港的话我们就做一个多元化的以粤语为主要语言的播放 就是财经、新闻、资讯以及娱乐 ATV2 国际台就沿用亚洲电视一直这么多年的 制造英文频道的优势 将我们的香港文化、中国文化用英文来播放 影视的话就是亚洲电视经典的影视 以及新的电影、电视 务求给观众带来多元化的选择 除了刚才说过的亚星的发展之外 亚视这个很熟悉的名字 究竟又专注在什么方面呢 亚视我们做了59年 专注的是非常全面化的电视台 我们继续深化亚洲电视在这方面 制作方面的优势 强调以香港为主 我们香港的财经、新闻以及资讯性 这个再加上就是努力将多元化的节目 不要单一成是多元化的 好像我们吃饭都不想 只吃一个方便 那就带给观众 但都是一些资讯性的节目 资讯性、新闻、财经等等 这几个方面的主力是吗 这个主力 另外的话 我们亚洲电视59年 我们这么多个很 潰贼人口的电视剧目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电视台一定要拍剧集的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已经拥有了亚洲电视最经典的 400多套电视剧集 总共超过7000个钟头 未来的话 我们就会与香港、中国、韩国 以及亚洲不同的知名的艺人 一起来翻拍观众喜爱 如果我们推出一个计划 比如说 让观众选 他们最喜欢看的十大经典剧集 同样要对观众产生一个互动 以及对亚洲电视 以及对我们的亚洲卫视 我们的造星运动也会很大的帮助 三亚这个平台里面 大家也关注了网络这一方面 简单和我们说一下 网络电视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怎样 我们的网络电视 就要做一个OTT平台 以及和一些手机APP 就是要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这个很重要的 其实最重要就是增加观众的互动 比如说 有没有可以想像 比如你在看电视 当时突然出了网络的二维码 那你留下去做一声的话 你可能有一个商家的优惠 以及或者亚洲电视 送出来的礼品 我记得以前就说 百万富翁的时候 那些商家要派一些礼品出去 去派到整条广播那里 那今时就不用了 那些观众只要做一声的话 就拿了这个网络 去我们的商家那里去认领就可以了 以及比如说 以后发展的一个消费模式 比如说观众看了这个广告 他们觉得需要这个产品 又可以跌一跌 这样真实做到 利用这个网络的技术 和观众产生一个很直接的互动 那除了刚才说过的一个三亚平台的发展之外 知道未来希望会有一个全方位的发展 那听下去很广泛 那究竟其实那个方向是发展些什么呢 是 全方位的产业链 其实你现在看到很多公司做文化产业 其实他们是跨 我不可以说跨媒体 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什么叫产业链 因为以前的行业分得很清楚 但是现在的行业 因为技术的发展方向来说 他们的行业是要互相配合 有些协同效应 是的 还有资源组合 那我们亚洲电视以后发展的话 第一个就是亚洲电视传媒集团 那就是做电视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然后就是亚洲影视娱乐集团 因为我要拍摄 我们要拍摄 剧集是娱乐方面的 是一个很专业的团队来做的 那你看看今时今日拍电视剧 它的模式又和以前都不一样的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亚洲传媒学院 那亚洲电视我们拥有 那么多的平台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实践的一个场所 给很多有志于台前幕后的有志的 不单只是年轻人 是不是年轻人 当然了 让它有一个实践的机会 那以前亚洲电视 都有这个传媒学院的 各个都是非常好的 那还有就是 亚洲文化传媒产业园 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项目 因为现在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 那他们的生活的话 不单只是住一间屋 他们希望是如何在一个有文化 精神上面是吧 有些娱乐可以得到 是的 以及文化产业 以及就是亚洲影视传媒发展基金 这个基金就是帮助有志发展 亚洲电视传媒 以及在这个行业的年轻人 以及各方面提供的一个基金的资助 就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向 是的 多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希望对亚洲电视未来的发展 大家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